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那这一期呢是十二职业做棋的最后一个也就是牧师啊 牧师呢是我放在法师之后啊 这一次牧师作为一个职业做棋也是变化的非常巨大 作为四个主职业之一 牧师呢也是跟德鲁一样吧 拥有了一个猫头鹰做棋 我不知道这个是德鲁一变的还是怎么 那我觉得牧师这个做棋真的就是 把一个座位放在德鲁一变身的猫头鹰之后嘛 猫头鹰是一模一样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说德鲁一那个职业天赋做棋是可以骑人的嘛 你看这不就是最终形态吗 把牧师为什么放在最后一个讲呢 牧师呢作为十二职业里面 大家都觉得女生玩的职业 其实他是魔兽世界里面的几大主职业之一 他可能比圣骑士更高端一点 就是牧师嘛信仰圣光的 圣骑士是牧师培养出来的一个具有战斗风格的牧师 哇你看安都因都是牧师对不对 就是牧师这个职业是真正的主职业 圣骑士可能还是比较靠边的 所以后来圣骑士就灭族了嘛 那牧师这个职业呢 暴雪一直讲究的意思 光于暗 其实一个光和暗 就是魔兽世界里的两种属性 就是最强属性之一 光于暗之子呢是伊利丹 那光于暗两个天赋都有的呢 就是牧师 所以大家都知道牧师这个职业是有多屌炸天了 但是我到现在为止牧师我都不太会玩 总之牧师这个职业 暴雪之前的设定 不光他是扫墓的 不光是主持葬礼的 他是可能代表的爱兹拉斯当中非常强大圣光之力的一批人 一批呢就是处在光的顶端叫奶木神木 一批呢是处于暗的顶端叫暗木 反正牧师这个职业 基本上讲述了爱兹拉斯的能量体跟魔兽历史 所以非常有意思 但是我就是不会玩 魔兽世界的玩家也大部分不会玩 所以才会变成了女生专属的职业 好了那这一期呢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